我们还是把这个筋的两针呢 分到 一边一针 左右两边一边一针 大家看呀 这不是一条吗 这条上有两针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 这样 还是挤 挤个活节 好 现在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衣服呢 基本上呢 就给它分出来了 好 大家看一下呢 我这加完了 这十针之后呢 我现在呢 用这个 磅针来织 把这个 缓针上的 这个针数呢 我们给它 我们给它 替换下来 稍微的 第一针织的时候呢 稍微的撑紧一些 像这样子的 好 我们就 下边呢 就是一支支下针 也是圈支 我们可以简单的 就是分一下 分到呢 这个三针磅针 三根磅针上 一根磅针呢 我们 知道差不多的时候 换另外一个 帮针来支 这个帮针上呢 差不多 可以了 我们现在呢 换另外一个针 好 就这样来支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呢 用我们这个针帽 小针帽 然后呢 给它放上 这样呢 防止脱针 如果我们支 大一些的宝宝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直接用这个 缓针往下支了 因为 小一些的宝宝呢 用这个缓针呢 不太好支 好 到了我们这个 加针的这个地方了 我们就 正常的这样给它 大家看一下 这有个很长的线 这没有关系 我们就这样 往下支就可以了 我们支几行呢 这个 长的线 就会没有了 把这十针 给它支完 我们在支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着急 开始的时候呢 比较 感觉比较 繁琐一些 但是呢 我们慢慢来 应该 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这个 正常的给它支完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呢 我们就还是接着 把剩下的 分在两个针上 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呢 那呢 已经呢 就是 把这个缓针 剔下来了 然后呢 我现在用 第四个针 来支 它在支的时候呢 在换针的时候呢 就稍微的 衬紧一些 就可以了 我们下边呢 就不加不减的 就是用这四根针 我们来支 嗯 知道什么时候呢 知道我们需要的 长度之后 我们就开始 支这个 好 大家看一下呢 我现在呢 已经支了 这么长了 大约是 从我们这个 腋下 开始测量 大约是 13厘米左右 然后呢 我根据 我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 宝宝的身高 来自己来定 这个要支多长 这个是 不是非常严格 我们如果喜欢 长一些呢 可以多支几厘米 好 现在呢 我们开始支边 支边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从什么 哪个地方开始支呢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我这个 从领口起头的 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尾巴 我们就这样 给它 数过来 到这个页下 到这个页下呢 我们加了五针 然后从中间 这样 好 我们支到 这个位置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 往下支 这个边了 因为这就是 开头的地方 好 我们用 另外一个针 来支边 我们边呢 和领口是一样的 也是两上两下 两上两下 这叫双螺纹针 我们在支这个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减针 为的是呢 我们这个底部呢 瘦一些 然后呢 这样比较漂亮一些 我们是支七针 第八针的时候呢 是八九针 我们合并为一针 好 大家具体看一下 首先呢 支下针 支两针下针 然后 然后把线绕上来 然后支两针上针 大家支的时候呢 可以数一下 我们支到第八针的时候 好 现在四针了 然后 把线绕下去 再支两针下针 好 这是六针 然后 绕上来 支两针上针 我支一针上针 这是第七针 然后呢 我是 第八针呢 我是两针并一针 然后支一针上针 好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往 再把线绕下去 这样呢 我们就是支了七针 之后呢 我们第八针和第九针呢 两个一共支了 两针上针 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往下支下一轮 还是 两针下针 然后把线绕上来 再支两针上针 是四针了 然后绕下去 再支两针下针 再绕上来 现在是六针了 然后支一针上针 然后呢 第八针是 两针并一针 第八针和第九针 两针并一针 支上针 好 就是这样子的 支的时候呢 支的稍微慢一些 好 两针并一针 然后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一圈呢 支完 但是呢 我们支到最后 假如说呢 我们支到最后了 我们可以数一下 因为这个应该是 四的倍数才好 就是 我们支底部 这一圈的时候 是四的倍数最好 如果不是四的倍数呢 比如说我们 支到最后呢 还剩五针 还剩五针呢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直接的 两针并一针 我们在支到 这个部位的时候 假如说 这是结尾了 我们支到这个部位的时候 我们就要 心里呢 我们就要数一下 是不是四的倍数 到最后呢 是不是上针 因为呢 我们开头 这个地方呢 支的是上针 支的是下针 所以呢 我们这个部位呢 要支上针 要支两针上针 这样呢 才构成一圈 好 好我们现在往下支 支到最后的时候呢 那我再教大家 好大家看一下 我这次支到最后了 支到最后了 嗯 我数了一下 我现在呢 应该是 应该知道了 要两针并一针了 支上针 但是呢 我数了一下 出去一针 然后上针 我这边支了一针上针了 我应该是再支 再这样并一针 并一针 然后支上针 然后第八针支完 然后呢 我并了一针了 我在数下边就是 两针下 两针上 两针下 两针上 两针下 两针上 两针下 再两针上 然后呢 这又余了一针 所以呢 我就不再并这一针了 我就直接呢 这样 支一针上针 然后呢 这八针支完 下边呢 我就按正常的 这个 两针下 两针上 给它支完 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两针上 两针下支完 也就是说呢 我们到最后 要跟开头的地方呢 衔接起来 这样呢 才是整个的一圈 好 最后呢 还剩两针 我就直接的 发照线 给它支上 两针上 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两针上呢 和这个两针下 就这样衔接了 就是两针上 两针下 我们再用 替换下来的这个磅针呢 支下边 也就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是开头的地方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开头的地方 大家可以用个小别针 别起来 好 我们现在呢 用另外一个针来支 两针下 两针下 然后再两针上 我们再 这是第二行了 我们从第二行 往下支的时候呢 都是不加不减的 按照我们 第一行 分出来的这两针上 两针下来支 一直我们知道 这样的高度 就是大家喜欢边呢 长一些也可以 短一些也可以 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方法 来支就行了 支完这个长度呢 这个边的长度之后呢 我再教大家 如何来锁这个边 这是双螺纹针 如何来锁边 大家这样支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呢 我现在已经支了这么长了 大约是五厘米左右 我知道 开头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开头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从领口 这个地方 不是有一个 这个小尾巴吗 然后呢 我们顺着 这小尾巴 然后呢 从这数 从这过来 到这个叶下 然后呢 就这样 我们开始 支这个边的时候呢 大家做一个小别针 然后呢 这就是开头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呢 那么教大家 就是 把这个边 给锁起来 用我们的方法 这个是双螺纹 就是两正 两反 两正两反的针 我们来 怎么来 怎么来锁边呢 我们是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下针 我们锁边的时候 是下针支上针 上针支下针 嗯 这是下针 我们就开始支上针 我们现在 这个绕线 把这个针呢 放在这个线的下面 然后这样 往上插 支一针上针 然后再支一针上针 两针上针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把后边这一针 这一针 放到这个 套在这个线圈上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 用这个针 然后呢 从这后边 这样穿过来 然后把它套过来 哎 就这样的 我们又开始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上针 我们开始支下针了 支下针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线呢 从这个尾部 这个地方绕过来 而不是从这个前边绕 是从后边绕 绕过来之后呢 我们支下针 支一针下针 还是我们把 后边这一针呢 套到前边这一针上边来 然后再支一针下针 然后再支一针下针 还是把后边这一针呢 套到前边这一针来 我们 遇到了下针 又该支上针了 我们还是把线呢 从后边这样绕上来 我们支上针 支完上针之后呢 我们从后边 从后边 这个针 从后边这样 插过来 这后边有 有些不好插 但是呢 没有关系 我慢慢来 好 这样 给它挑过来 然后呢 我再支一针上针 还是呢 从后边这样插过来 挑过来 该支下针了 我们就把这线呢 从后边还这样绕下来 然后我们支一针下针 然后 后边这一针呢 挑上来 再支一针下针 后边这一针呢 挑上来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是 按照呢 下针的地方支上针 上针的地方支下针 我们是支一针 挑一针 然后绕线的时候呢 从这后边绕过来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把这双螺纹的这个底边呢 我们给它封起来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娜娜已经 把她这个边给锁完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开始 支这个袖子 好 我们现在 可以任意找一个袖子来支 先把这个结打开 好 我们用 我们用这个 磅针呢 把这个 线圈 分到三个磅针上 平均一下就可以 好 一边 一边 线针 一边把这个线呢 给它拉出来 好 现在呢 我已经分到了三个针上 我们用这个线呢 拿一个磅 往一边 然后呢 然后我们从这个叶下这个地方 从这个叶下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支 大家看一下 我开始这儿架的是十针 我现在把它挑出来 从中间这一针 从中间这个部位呢 我挑出五针来 先挑出五针 把这线圈呢 套在这上面 然后挑出五针 这样 这样挑就可以 一边绕线呢 一边挑 可以是双根线 可以是单根 好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五针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空隙比较大 我可以挑六针 我在支的时候呢 我在支的时候 可以把这一针 把它并掉 就是这两针并起来 为了是缩小这个间细 好 现在呢 往下支 好 这样子的 没有了 这间细很小了 好 我们在支第二 我们在支第二圈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 这两针呢 并一针 我们现在呢 可以用这个小别针 给它做一下记号 多 多挑出来的这一针 然后做个记号 一会儿呢 把它并掉 大家可以直接调五针 因为 这个 叶窝这个地方呢 怕空隙大 所以那呢 就调了六针 这样支 支下去就行了 把这一圈呢 我们给它支完 支下针 好 我们在支这边 这边这一根棒针上的 大家 就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 我们 之前扭过的麻花 看看呢 数一下 是不是到了八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 没有 下一行到八行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地方 要扭麻花的 好 我们去下一个棒针上 就要扭麻花 大家织的时候呢 要慢一些 不要太 太着急 好 这个织完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织完之后呢 我们织下边 然后呢 就用这一个针 就用这个针来调 我们还是把 剩下的那五针调上来 把剩下的这五针调上来 我们可以 如果 和刚才似的 我们可以多调出一针来 然后记得并掉就可以 一针 也可以不用就多调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把这五针调完之后呢 是这样子的 这因为没调呢 所以它就多出 有一个洞 这样没关系 好 我们现在往下织 按照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往下织 我们先 把这个织一圈之后呢 再把这一针定掉 好 先这一圈 这一圈下织 好 大家看 娜娜已经知道 加针了 多调了一针吗 不是 然后知道这个部位了 我们现在就是 两针并一针就可以了 这样就变掉了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往下织就可以了 大家在织的时候呢 该扭麻花的地方呢 要扭麻花 注意这一点 然后呢 我们的袖口这儿呢 往下织 需要剪针了 在腋下剪针 我们现在织的是 第三行 我们织五行 收一次针 织五行收一次针 织五圈收一次针 就按正常的 现在是第三圈 我们织完这第三圈之后呢 再织一圈 第四圈 然后第五圈的时候呢 我们收针 然后收完针之后呢 我们还接着织四行 然后第五圈收针 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第三圈 我们再织一圈之后呢 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开头 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开头 因为这有一个 我们挑针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时候 是从这开始的 从这儿 然后织一圈到这儿 就是结尾 这是开头 这是结尾 我们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第五圈 我们要收针了 我们再织一圈 好 那呢 现在开始织第五行了 第五行的开头呢 两针并一针 然后呢 结尾呢 两针并一针 我们先并开头 就这样并 两针一起织下针 然后呢 挑过来 放下织就可以了 我们织到最后呢 留下两针 然后两针并一针 是这样子的 把这一圈织完 直到最后 还剩两针的时候 我们两针并一针 好 大家看一下呢 娜娜这个还剩 这个尾部呢 还剩两针 我直接呢 两针并一针 好 然后呢 我就 就减针成功了 我们就是在开头的 开始 开始减两针 然后织过来呢 最后再减两针 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往下织 每织四行 第五行的时候 剪 开头和结尾 剪两针 分别剪两针 然后一直织到 我们需要的长度 这个衣服呢 我们这个袖子 是非常好织的 一会儿就织成了 就织个十几厘米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织完之后呢 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织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还是按照 我们收口的这个地方 我们 我们 好了 这件衣服呢 娜娜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 收口之后呢 发现有一个 很长的线头 娜娜教大家 如何来把这个线头 给藏起来 我们用这钩针 然后大家看一下 然后是这样子的 把这个钩针呢 把这个线呢 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从反面 这样给它挑过来 好 这样勾一下 勾一下之后呢 我们再勾一下 就勾 勾一下 然后稍微伸 伸 稍微的 我们撑紧一些 然后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从 任何 任意一个 这样的 插过一针 然后这样 再给它这样勾一下 勾过来 好 这样子的 再称一下 下面呢 我们再随便的 找一针 给它插上 插上之后呢 我们就不再勾了 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用剪刀呢 把这个线头 给它剪断 这样呢 它就不会跑针 好 藏线头呢 我们就藏完了 这个插尖毛衣呢 我们可以织很多的花形 大家看一下 这袖子这边 是那么在给大家讲解的时候呢 扭的麻花针 左右两边的袖子 冰丝线 然后来勾一款 特别漂亮的圈圈包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关注下一集 好了 这一集呢 娜娜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下集